祖国的大我,人民的大我之中,与时代同步伐,与人民同命运,才能更好的实现人生价值,升华人生境界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,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,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,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。 中国人民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道路自信,理论自信,制度自信,文化自信。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,所以中国社会发展,中华民族振兴,中国人民幸福,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,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,必须深入学习,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, 必须发扬爱国爱国爱教优良传统,必须信、借学修,勇猛精进。 精进不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,而是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,完成每一项任务,履行每一项职责中,见功夫,见真知。 精进的道路不会是诸元畅顺的,往往障元涌现,充满烦恼,但有愿者则必能究竟圆满, 一佛发愿,一愿修行,方世我等之本地风光,国歌响亮, 国旗鲜艳,国土庄严,让我们同发菩提心,同源菩提愿,祈祷伟大的祖国,繁荣富强, 伟大的中华民族,复兴昌盛,伟大的中国人民,幸福,安康, 也回向法门寺,愿法门寺的明天,越来越好,我宣布,法门寺, 2019年,五一国际劳动节,升国旗一事,吉祥圆满。